秀旅车开到路口打了左转方向灯 等到一旁机车车开走后 秀旅车竟然横跨两个车道 从外车道左迁想要回转 后方执行黄拍机车反应不及 重机向左偏移接着倒地 女骑士连人带车冲到车底 秀旅车驾驶似乎没注意到 女骑士卡在车底继续向前开 惊悚瞬间都被路口监视器拍下 车祸意外发生在新北戏指 新台五路一段22号凌晨零点多 警销赶底时将卡在车底的女骑士 救出送医 自路口回转时发生碰撞 自大型重机车骑士当场昏迷 送医后已恢复生命迹象 造势休旅车是辆多元机程车 驾驶酒车值为零 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在警方调查 另外新北领口靶场 21号早上7点多 发生轿车逆向横撞机车的意外 黑色轿车车速飞快 一路逆向还打右转方向灯 要切车道结果狠撞机车 撞机当下传出巨响 骑士被撞后谈飞在地动弹不得 网友踏发驾驶违规根本是故意杀人 还讽刺驾驶心想骑士会闪开 开车上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一时贪困出意外害人害己 记者经为中中梦如新北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 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